歡迎收聽《紳士角聽新聞》 中共越來越成為世界的麻煩製造者 世界眾多研究機構、媒體 在展望2022年的時候 都將中共動向作為一個重要因素 那在國際社會來看 2022年中共可能帶來哪些風險呢? 本文整理了以下5點 1.歐亞集團 中共的新冠清零政策 是世界第一大風險 在1月3日 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 歐亞集團公布2022年 世界十大風險預測 中共清零政策的可能失敗 被認為是全球最大風險 因為這個有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的中斷 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報告認為 雖然中共的清零政策 在2022年看上去取得成功 但是中國人口對新變種病毒Omicron 幾乎沒有抗體 封鎖兩年令到重新開放對中國的風險更大 換句話說 清零不僅沒有辦法控制感染 還可能引來往後更大規模的爆發 遜而需要更嚴厲的封鎖 這樣一來 會導致更大的經濟混亂 更多的國家干預 報告認為 這樣的狀態會一直延續到中國在全國範圍內 推出自己開發的 mRNA注射劑和加強針之前 而中國最早在今年年底才能推出自己開發的 mRNA注射劑 因為這樣 和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的政策相比 清零政策將會走向失敗 而中國經濟撞上長城 彭博整理出可能影響2022年最大的10個經濟風險 中國撞上長城並列為第五 2021年第三季 中國經濟陷入停滯 恆大地產暴跌 疫情反覆爆發導致封城 以及能源短缺的影響 中國經濟出現放緩 彭博預估中國2022年經濟成長率為5.7% 假如放緩之3% 將對全球造成影響 德國之星中文網 2021年12月26日刊發的2022年 全球經濟面臨的五大威脅一文 將對中國經濟的擔憂列在第三位 民眾說 中國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隨著中國政府對包括阿里巴巴 和騰訊在內的科技企業 對恆大和介紹業在內的高負債房地產公司 以及對教育產業的打壓 而有所減弱 該民意認為 中共依舊不願意放棄疫情令容忍政策 以令中國自我隔離已經長達一年那麼久 這個對全球經濟而言是一個巨大風險 經濟學人致富 2021年10月27日公布 2022年全球成長與通貨膨脹十大變數 則將中國房地產崩盤導致經濟急劇放緩列為第三 並認為可能性高 3 中共當局正面臨一系列挑戰 歐亞集團的2022年世界十大風險預測中 中共在國內面臨的各種挑戰是第四大風險 挑戰包括西方越來越強烈的反擊 富翟的增長模式 過度槓桿化和不平衡的經濟 以及快速努力化等 中共當局為了達成自己目標 將會迫使中國整個社會接受更嚴格的監管 但是自己的權力卻沒有受到任何監督 這個將會增加市場 不確定性和扭曲 當局將會迫使資本離開一些中國最有活力的領域 導致向北京認為戰略重要的領域 對當局來說 私人企業變得太大都是威脅 大企業將會面臨更多政治和監管風險 就像科技業、補教、房地產、賭博業所面臨到的 當局強調政治與地緣政治目標 也會影響中國經濟生產力所需要的資源 當中國經濟正需要動力的時候 當局卻反其道而行 在華外企業會面臨越來越困難的環境 令北京跟華盛頓感到 都滿意將會越來越困難 中美關係走向在絕大部分預測中 都榜上有名 經濟學人致富的2022年 全球經濟成長與通貨膨脹十大變數 第一位就是 美中關係惡化 迫使全球經濟完全脫勾 並認為可能性高 報告說 中美正在爭奪 在全球的影響力 美國總統拜登正試圖 說服志同道合的國家 主要是西方國家向中共施壓 包括在貿易、技術、金融和投資等領域 作限制及制裁 迫使一些市場和企業選邊站 在極端的情況下 這個可能導致中立立場的經濟上無法蠟燭 將市場易分為支持中共及支持美國陣營 在2022年1月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 2022年全球風險報告 全球最重要的十大風險 未來十年內 地緣經濟對抗是其中之一 而地緣經濟對抗的主角 自然就是中共和美國 當然 如果美中關係緊張 在經濟之外 政治、外交、軍事等等方面 都會展開對抗 例如 拜登政府宣布 不派遣美國政府官員參加 在北京舉行的2022年冬奧會 正式通過外交抵制 向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說不 中共則威脅說 美國將為其決定付出代價 2022年中共不會停止挑戰美國 但力度或有變化 5.台海危機 中共對台動向 是個高度敏感的戰略性問題 彭博的2022年最大的十個經濟風險 台海危機列為第十 彭博認為 任何關於中共和台灣之間的衝突升級 無論是中共對台封鎖或入侵 都可能令其他如美國等大國拖入其中 超級強國的戰爭 是世界最差的狀況 經濟學人智庫公布的 十項可能對 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及通脹情況 帶來最大風險的情景預測 也列入中國與台灣爆發衝突 迫使美國介入 他預期 中共應該不會和台灣展開直接衝突 因為美國可能會介入 他認為 兩岸一旦發生衝突 將摧毀台灣的經濟 包括全球供應鏈所依賴的半導體產業 同時 這個可能惹來美國、澳洲和日本參與的風險 為全球衝突賣下復筆 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後果 不過 歐亞集團認為 2022年 美中關係相對平和發展 台灣不構成風險 總體來說 2022年 可能是 變數很大的一年 而中共會是全球最大的變數 中共對內專制迫害 對外擴張脅迫 以令國際社會越來越不能容忍 反制中共的國際潮流越來越強 2022年 恐懼是中共最大的夥伴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克讚稿 大紀元首次發表 今次的《紳士各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